自今年8月,单单3个月内,全球惊人出现超过439次5级以上地震 多达34次6级以上地震,4次达7级以上的大地震 可见整个地壳活动变得极不尋常 2016年8月15日,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 南美秘鲁南部阿雷基泊地区发生5.2级浅层地震 部分房舍倒塌,村民受困压力下,道路交通亦受阻 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资料 震央距离卡伊游马省首府只有8公里 其后发生两次余震,地震至少造成9人丧生和40人受伤 8月24日,意大利中部地区发生6.4级地震 震中位于罗马东北面佩鲁甲省洛伊克市附近 震原深度10公里,属极浅层地震 虽然震动仅仅持续约20秒 但已造成广泛地区严重破坏 随后更发生了一次5.5级余震 是意大利七年来最严重地震 靠近镇中的马特里设阵的镇长址 半个镇都没了 照片显示,小镇几乎移为平地 道路完全切断,发生土石流 桥梁亦频临倒塌 强震后山体出现25公里长裂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街上爬了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街上爬了 很多人在外面的街上 一位老闆說半個城市是歸的 但在這裡的國家說 他們說他們的大陸是重點 他們會送重工具 去排鑄的 popular Italian summer resort town 從那邊的聲音 從來的聲音 找到小女孩的小女孩 在這裏裡 來, Giulia 他們叫她 然後把她拿走 Giulia is bewildered but alive clinging to her rescuer amazingly uninjured beautiful girl they shout nearby a little boy is carried away after 12 hours buried in a collapsed house life amid so much death in the broken town of Amatrice that woke this morning to aftershocks and a rising death toll from a massive quake that struck tuesday as everyone slept its clock stopped they worked overnight to pull people out but mostly its bodies just visible under the concrete an 80 yearold woman her daughter killed a rescuer telling her to stay calm Amatrice was hardest hit reduced to dust by a quake felt a hundred miles away in rome it's like a bomb fell down on it there's nothing there anymore this was Amatrice before and after a historic town nearly every building now cracked or destroyed many slept outside overnight fearing more buildings would collapse it's a small place where everyone knows everyone and where they all know the death toll will rise again 地震造成至少296人死亡 388人受伤 超过2500人无家可归 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0亿至100亿美元 意大利GDP损失近1% 同日下午缅甸中部亦发生6.8级地震 深度84公里 缅甸官方表示地震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 其中它有悠久历史的蒲金城 同时都是缅甸重要的旅游城市 有聪立着超过1万座佛像的寺庙 在今次地震里面 近200座千年佛塔瞬间被毁 包括著名的达马亚之卡佛塔 这次地震 缅甸全域都出现房洞 远在数百公里外的泰国曼谷 亦感受到它的威力 印度加以各搭的地铁 更一度因地震而停洗 9月2日 纽西兰北岛海岸对开发生7.1级强烈地震 纽西兰民防部一度发出海啸警告 并疏散部分沿海居民 当地居民表示 感到约30秒至1分钟的震动 不少人梦中惊醒 身内杂物窑房 超市货品散落一地 幸而未有伤亡报告 9月3日 美国中西部各州发生5.6级地震 震样位于俄克拉河马州北部玻璃西北方15公里 震源深度近7公里 房屋有震感 部分居民被震醒 这次地震为当地历史上最强震级之一 2008年前 当地每10年只发生一两次中小规模地震 但近这几年 中小规模地震急剧增多 单单2014年就有24次 情况令人担忧 这次地震还波及坑薩斯州 密苏里州 阿肯息州 德克薩斯州 爱河华州 和内布拉斯加州 市民担心在新马德里断层复活 1811年至1812年 密苏里州新马德里断层 引发四次强度为7.5至7.7级大地震 震撼了密西西比河中部流域 当时烟通倒下 船只倾覆 农田下沉成为沼泽 9月9日位于太平洋澳洲和南极洲中间 偏远的密角里岛西南部 发生6.3级强烈地震 9月10日 中国唐山 非洲坦桑尼亚和南美秘鲁 三大洲 在同日相计发生不同程度地震 其中 东非国家坦桑尼亚 西北部卡盖拉省 发生5.7级地震 震源深度为10公里 卡盖拉省省长吉诸表示 地震造成数千房屋损坏或倒塌 当局已派出救援队5赶往灾区 大部分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 但面临药品短缺问题 地震造成至少16人死亡 192人受伤 大量房屋随时倒塌 与卡盖拉省接让的 卢旺达和乌干达均有震感 同日中国河北唐山市一日内发生两次地震 分别为4级以及2.5级 由8月21日开始 唐山已发生6次地震 河北省地震局透露 这次地震为本次震群中最大的地震 位于唐山断层的东北端点附近 当局已立即启动3级地震应急回应 相关人员已迅速到岗位召开应急会议 40年前 1976年7月28日 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 地震持续约10秒 在众人熟睡的时候 傾客间将该市移为平地 造成超过24万人死亡 16万人重伤 同日秘鲁北部城市莫药斑巴附近 发生6.1级地震 震中在莫药斑巴以北大约51公里 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 地震造成至少1人死亡 40多人受伤 9月12日 韩国东南部庆州发生5.1级地震 随后又再发生强度为5.8级地震 震央在庆州以南8公里 临近釜山甚至隔海的济州岛亦有震感 地震遗寒半岛1978年 有地震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 造成至少22人受伤 106座建筑物出现裂痕 66处屋顶受损 9月23日 日本东部发生6.4级强烈海底地震 震央在东京东南方232公里 震源深度紧10公里 同日 四川金芝州李唐苑接连发生两次地震 鄰近乡震有明显震感 第一次地震震级为4.9级 随后再次发生5.1级 该原15个乡震均有震感 李唐苑位于海拔4014米 是村葬之间往来要道 300多户村民的房屋遭受不同程度损毁 20公里的通川通畅路面损毁 9月24日 菲律宾棉兰岩路岛清晨发生6.3级地震 岛上达玉市居民睡梦中惊醒疏散 迅速离开建筑物 9月29日 尼加拉瓜西部首都附近发生规模5.5级地震 再出现十多次余震 最少造成1人死亡 5人受伤 最少6间房屋倒塌 电力中断 10月1日 美国地质陷探局指 加州咸水湖沙尔顿海一带 从9月26日起 发生约140多次有感地震 困阵频繁 加州紧急应变办公室 罕有感发布地震警讯 警告南加州一带要提防强震来袭 上年太空总署喷射推进实验室 地震学家曾经预测 南加州未来两年半内 发生规模5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高达99.9% 10月21日 日本西部鸟取院发生规模6.6级强震 距离神户西北偏西约140公里 震原深度约10公里 接触发生180次震度1级以上余震 有文宅倒塌 地震造成22人受伤 295栋房屋受损 数万户停电 山阳新干线亦因停电暂时停洗 由于鸟取院发生超过180次大大小小的余震 地震学家担心 今后日本可能会再发生大地震 随时影响2020年东京奥运 10月26日 意大利中部在2小时内 又发生5.4以及6.1级地震 地震在中部雍布里亚晚上 约7时发生 多座民房倒塌 震官员形容 事发的时候好像炸弹落下 涌现灰尘 要等到天亮才能够看见是什么建筑物倒塌 区内历史悠久的教堂翼倒塌 有电纜损位 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 居民慌忙走到街上 两人因建筑物倒塌受伤 刚刚上星期日 即10月30日 意大利中部再发生6.6级浅层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其后2小时内 震央附近发生多次余震 最强一次达4.7级 另一次余震的震源深度 更紧紧1.7公里 包括首都罗马在内 全国多地和邻国奥地利均有震感 这不单是意大利三个月来第三次地震 亦是该国36年来最强烈地震 由于中部地区持续地震 灾区水电供应中断 居民都凄身户外 或者疏散至避难所及沿岸 所以没有造成严重伤亡 但受灾城镇拥有不少历史建筑都严重损毁 建于14世纪的洛伊合镇 姓本督大教堂 亦租地震而平 小镇乌西塔镇长李立以敌子 这次地震是一场灾难 所有事都倒下 当时我在车里睡觉 看见地狱来临 城镇全围 好吗 好嗎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下是意大利6.6级地震的新闻报道 意大利中部一个星期之内再发生强烈地震 强度达到6.6级 其后余震不断 多助建筑物受损 至少20人受伤 地震发生一刻 房屋底受不住强烈窑房倒塌 压力散落一地 靠近镇央的古城诺尔盒 到处一片徒环拜雅 救护人员将伤者救出 送到医院救治 建于14世纪的圣伴督大教堂 几乎被移为平地 只是静低正面墙身压纳不倒 旁边的钟楼也出现多条裂缝 并且向外倾斜 消防协助神职人员逃离现场 民众走到空旷的广场站备 互相拥抱和跪下祈祷 救援人员为他们准备 简单认金物资 又为伤者包扎 地震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发生 震央位于中部城市沛路假尔东 首都罗马亦感受到震动 美国地质寒探局录得强度6.6级 震源深度10公里 在1980年之后 意大利经历最强的地震 在区过去一个星期 已经发生多次强烈地震 相信在8月造成近300人死亡 6级地震的余震 大部分居民今次地震发生之前 早已经疏散 总理伦齐说 国家正在这里经历艰难时刻 承诺会展开重建工作 教宗方制国在凡帝江主前灭杀时 亦为地震中的伤者宋上慰问 有专家说意大利近期的强烈地震 都是在中部亚平陵山脈发生 由2009年4月的6.3级地震 今年8月的6.2级 专家推算频繁地震是亚平陵断层之间的骨牌效应所致 这个过程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甚至有可能涵盖几百公里 以为意大利中部将会继续面临地震威胁 事实上 日和牧师在2009年分享2012荣耀盼望信息的时候 经已率先警告 由于Planet X逐步逼近 地球内部能量和板块活动将持续加剧 除了地球出现反常气候和庞大暴风之外 地震亦会频生 而且威力以及能量亦会持续增加 明显过去七年里面 世界持续出现没原没了的大地震 明显2012信息的前瞻性警告 此外 值得留意 由于近一年里面 Webwatch数据从未停止 预告中国西北部接下来将会出现大地震 甚至级数可达10级以上 远比唐山大地震更严重 有见及此 这段时间大家应该尽量避免到中国高危地区 作观光旅游 包括西北部的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以及内蒙古中西部等省份 以及较常发生大地震的中部 好似四川省以及云南省 若然必须前往办事 或者是居住在上述地区的国内弟兄姊妹 就务必分外小心 事常提高警觉 保持危机意识 预防地震随时发生 在家中常备食水和求生逃难物资 以策万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 继续地区的国内 地区的国内